这几天全世界都在说打人事件 一巴掌过去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 全世界正在直播正在看 话说原来前两天 奥斯卡今年的颁奖礼正在举行 到两小时直播之后 诗仪忽然间说这些事情 就是说在座有一位太太 她的发型可以怎样怎样 其实这位太太她本身也是演员 很有名的演员 她的老公正在等颁奖 不要轮到她做最佳男主角 这位太太因为她自己有病 要脱了头发 很惨女人以前的头发这么漂亮 现在脱了 竟然诗仪拿她来开玩笑 这个诗仪是金牌诗仪 于是她太太的老公 她也坐在很前 走上台那边一巴掌过去 然后回到台 在台下嘲笑骂 要她收声 不要再提她太太 好 这件事就过了 后来两个小时之后 对不起 过了一阵 这位打人的男演员 拿到最佳男主角奖 她在领奖的时候 好像也有少少协议 然后隔了一天 她又公开道歉 这件事 现在就好像说 奥斯卡当局正在考虑 要怎样去处罚 这位打人的男演员 全世界都在说 我的朋友 我看到在他们的Facebook 大家都纷纷表示意见 全世界都在谈这件事 有些人欠这边 有些人欠那边 我想分享几方面来说 第一 这些场合 是最容易被人拒绝的 因为全世界都在看 不能咳嗽什么 当时有经验的 奥斯卡制作团队 都自己手闻脚乱 他们立刻关掉咪 停止了直播 好像是这样 但录影的全部都被全世界看了 是这样的 这些人可以利用这些场合 去做一些格式一样的事 然后就说被人打的 原来这位思义 她已经早有前科 不是第一次 以前都是开玩笑 在直播的时候 在大场合的时候 她做私仪 在那里笑别人的事 出过市 这一次就创过大祸 他到底是否划过了 大家在这儿拒绝 总之他是不对的 先撩者战 他在环兆一点都不好笑 但他不知道被人的伤害是这么大 而且是绝对不应该在这个场合提出这些东西 我看了很多朋友的评论 都说打人和说粗口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打人之后只有一个情况可以接受 就是自卫 他这一次不算是自卫 他主动有意识地去攻击别人 在大庭广众 就是失分的 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座位 大声说了几次粗口 就骂人 骂太太还笑的这位私仪 有些人说 说粗口是可以接受 有些人说不可以接受 常哥觉得 其实如果我是他 我不会 他那么轻易走上台 台上跟他抢威 跟他很有风度地辩论 或者是很幽默地 在大庭广众 全世界看着的时候 表现到自己的风度 这一个 有人指出 我想想想是真的 不是种族歧视 是真的有种族的分别 如果在英国 一定不可以这样发生 不会这样发生 英国人不是这样的 他们会很有幽默感 而且更加不会随便开玩笑 这些事发生在美国 还有有人指出 就是说 美国的黑人 是特别是长直土直的 就是比较倾向 就是用暴力解决问题的 就是打人那些 这些事发生 乃仔说一会很幸运 幸运当时他们不是大家有枪 否则一定会出人命 这些事发生 所以更加有人说 这一个是有理由要禁枪 幸运当时他们两个是没有代枪 否则真的不得了 其实很多人忽略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语言的暴力 其实是非常之严重的 好像开窗一样 你把嘴巴不断嘻嘻嘻 人家可能是伤害一世 可能令人终身残废 心灵的残废 所以你说兜人兜巴掌打人不正确 其实 他语言暴力的伤害比打一巴 打一巴 身体很快会复原 没事的 两个都牛龟大脊 又不是什么严重的身体伤害 但语言暴力 和男性对女性的语言侵犯 是非常之严重的 所以你说说错误不对 其实更加不对的 就是他去笑别人 如果三个不正确 我觉得最严重都是语言暴力 第二才是动手打人 第三才是说粗口 我觉得应该公平一些 大家这样看 所以我相信明眼仁 也不太同情这位被打的尸严 可能他以后着身败名裂 没有人敢请他做尸严也不一定 是否这样呢 还有人说整件事件会不会是编剧出来的 即是说一早已经彩排好 到时演出的 有经验的人分析 应该不会的 他们真的在七情上 假扮都假扮不了 还有奥斯卡的当局犯不着 是编剧一场这样的戏 怎样说也好 我觉得这件事是好事 让全世界看到很多很多事情 大家有很多很多的反思 不知你有多少个反思 对我来说 还说到一样 就是这件事 反映到一个人为何会使用暴力 全部都是他内在很多童年的创伤 为什么这个老公 这么卫护老婆 别人说几句他就老手承诺打人 背后有很多东西 心理上分析 有很多很多东西 说都说不完 主要就是他在家里发生过很多东西 他爸爸妈妈的关系 他和太太的关系 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我们做生命教练 每次都会面对这些问题 觉得生命真的不简单 生命很好玩 其实说到最后 说到最后又很简单 因为是他自己内心的状况 所以被人一击就火爆 就是引爆了这件事 对于我们生命教练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的机会 为什么我们的案主会是这样表现的呢 即使我们不是这一行 我希望每一位朋友都明白 当有人发火 有人无端端很生气 有人无端端在此失控的时候 我们明白他人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真正的他 这是果 因是他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的事 在他身上 每一个人的里面 都有很多很多其他没有人知道的故事 这样我们更加懂得体谅别人 更加明白到事出有因 我们会 至少我自己学到 是包容接纳 他也是受害者 好了 不如一起感恩 这件事发生了 等全世界上了一堂很重要的人生课 不知你们收到多少呢 多谢收看 拜拜